甘橘吃起来酸甜多汁 是人们普遍喜爱的水果 但是由于对气候的要求 很多地方并不能种植甘橘树 很多人也没有见过甘橘果园 因此一些网友就会觉得 甘橘种植中有一个奇怪的现象 甘橘还没有成熟 口感也不好 为什么就被果农提前摘掉了 对水果种植比较了解的朋友应该知道 蔬果这个词 其实果农提前将甘橘采摘下来 就是在蔬果 很多人对种植的误区就是 挂果越多越好 产量高 收益也高 但是有经验的果农都知道 这对甘橘来说并不是什么好事情 今年挂果量大 就会影响明年结果 出现大小年现象 而蔬果就是要剔除一部分果子 保证明年的产量 蔬果之所以让很多人感到陌生 还因为在实际的种植中 很多果农都不会采用 因为大多数的果农还没有完全具备科学的种植思想 认为果树高产不易 要剔除一部分实在舍不得 有一部分果农种植面积较大 认为蔬果必定需要大量的人工 为了省下这笔钱 也不会蔬果 也有一部分果农认为自己管理水平比较高 即使不蔬果明年也能丰收 但是这样的想法并不可取 挂果多对果树的养分消耗比较大 除了影响明年产量之外 后期也会出现落果的现象 因此从长远来看 也会影响果园的产量 而且蔬果虽然消耗人工 但是次果不被摘除的话 就会拉低果园整体品质 商贩也会压低收购价 再挑选出去同样是耗时耗力 影响果园的收益 因此不如提前输果 既能保证明年的产量 又能提高水果的品质 拉高柑橘收购价格 对于果农来说 即使是舍不得也要输果 一位种植经验丰富的果农说 有舍才有得 输果不仅能控制果子的数量 还能使果子之间距离充足 有利于阳光照射 收获的柑橘也是 着色均匀 味道甜美 有的果农 一亩果树要摘掉几百斤果 整体下来能摘掉上万斤 但是蔬果好处多 它们也不怕影响果员收益 果实品质好了 每斤的收购价 能比别人高输两毛左右 蔬果的时候 也有很多需要注意的事项 果农应该注意 如自然落果 还未结束不移蔬果 过碗蔬果对产量影响也较大 不应再进行 9月应该基本完成蔬果工作 你觉得果农提前摘除 未成熟的柑橘 会不会影响收益 摘掉的柑橘 有什么好的利用方法 欢迎留言和我们一起讨论